我問你另外就是最近好像都開始轉強的三百八 馬觀眾中途想問怎樣看三百八它沒有貨的 想看上網和支持位 三百八這些價位我覺得都可以開始慢慢買一點 因為當然過去那幾個月大家都知道股價就很差 港股的表現又頑皮 很多新股也停了 不上市 因為到智利一上也無用 你都潛水或者認購的反應也很差 但是這些東西就不會長期維持 我經常都說 那些人說港股已死了 不再買港股了 其實就不會是 一定你說整個全球股市 始終港股還有那麼多重磅股 那麼多高市值的股份 那些基金要找東西買 就不會完全是不理港股買中資股 所以就看周期 你問我接下來這一段時間 我覺得港股開始會有吸引力 因為一來就說內地的政策面上面 明顯是寬鬆 監管鬆綁 但是反而你說外圍股市 剛剛提過 又面對通脹 又要收水 股值又相對高 那可能會令到那些資金 是會可能沽回歐美股市 離港股買回一些 比較便宜的那些中資股 那所以令到港交所那個的業績 譬如你說港股成交多方 它的業績固然好 另外也有傳說現在其實很多的新股 之前入了紙 排鷹隊 現在就積壓住 那如果你說市況 現在真的好一些 或者科技股的股值開始高一些 那自不然新經濟股之前 入了紙排鷹隊的 那會即時申請上了 那到時港交所那個業績 又可以看高一些 那所以如果你問過在一個追落後角度 那股價上面就真是落後的 如果你說這些價位去買回 那上面不要說看太高 那可能去回380元的 那其實都接近有大概一成左右的利潤 那我覺得都是有直播率的 那會是早上 好像是 один情檔 台灣人 有沒有 有限 大 空 天 空